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他是谁 我认识他吗 你们好多久了 你告诉我那人是谁啊 苏明玉 你满意了吧 你为什么要找他借钱 如果不是你把家里给掏空了 我至于去找别人借钱了我 我能找谁 那你也不能找苏明玉借钱啊 你 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你给我脸了吗 我在你们苏家人面前 连我早就丢尽了我 如果你还想要脸的话 那麻烦你赶紧去把股退了 把钱拿回来 咱们还给苏明玉不就行了吗 这钱我一分都不换 他也是父母养大的 本来的钱他就应该出 你不就当可笑吗 人家茗玉十八岁以后 根本没用过家里的钱 十八岁以前呢 他是和西北风长大的 朱莉 你去找他借钱 你认为他会借给你吗 他为什么这么痛快 把钱借给你 他是要借这个机会羞辱我们 他就不想让我舒服 好 他借给你钱了 你再还给他 他非常非常满意 他舒服了 我不舒服 他不想让我舒服 咱们谁都别舒服 买房子的钱就让他全出 把大哥的钱也退回去 爱怎么着怎么着 苏明玉的我家主 你要讲什么样道理 这钱是我借的 你不要连 我还要连呢 这钱我必须还了 你有什么资格老说明玉啊 他有什么错 他知道给家里面出钱出力 你做了些什么 你就知道算解人家的钱 连爸买房的钱 你还要算解他去投资 你真是好意思啊你 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啊 明玉说的有什么错呀 你根本就是一个 还没赚点的孩子 放屁 你还需要 我也不能进行 这回事 一下子 來吧 别言 吧